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又來到我們的每月遊戲介紹 接下來九月真的超級多好遊戲 有些甚至是我自己等了幾年 終於都推出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各種類型不同的遊戲 我想一定會選到一款適合你們 喜歡我們的遊戲介紹,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 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想支持我們都可以留過Super Friends,超級感謝 馬上就來為大家介紹一下今個月有什麼正遊戲 第一隻遊戲就是由Badesta開發的Starrfield 9月6日就會在Xbox Series和PC上玩到 而且因為Badesta被Xbox收購了的關係 Xbox Game Pass就可以第一次玩到 如果買數位高級版,還可以早5天即9月1日就可以玩 這間開發廠商其實我自己就很喜歡 可以說是信心的保證,我自己都玩過很多不同類型的遊戲給大家看 原本預計是2022年11月推出 延遲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官方都做過很多的調整,不過因為這隻遊戲實在太龐大 希望到時正式玩的時候不會有太多Bug 會影響到我們的遊玩體驗 不過有一件事要談一下就是在語言方面 中文語系只是會有簡體中文就沒有繁體中文 其實台灣玩家都做過聯署,不過就好像沒什麼反應 可能廠商好在意在地化的翻譯 不想就這樣把簡體字轉為繁體字就算了 不過我自己覺得,起碼你有得被人選 之後你更新才慢慢去修正一些詞彙 這樣會更加好 所以我自己如果玩的話就一定會選擇PC版 因為PC版可以用Mog的關係 起碼有機會給自己選擇,讓自己可以看得舒服一點 好,那就說回故事背景 他就設定在2330年 人類向外太空探索已經跨過太陽系 定居在一些新的星球上 玩家就是一個卑微的太空礦工 加入了叫群星團這個末代的太空探索家團體 在銀河國發掘稀有的文物的時候 還會解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秘密 既然故事設定在探索宇宙 世界當然就是非常浩大 一共會有超過1000個星球給玩家探索 老實說開發人員就不可能逐個星球慢慢做給大家玩 所以就會有些隨機生成的地點或者地城 看回遊戲介面 我自己覺得就好像戴著VR眼鏡去探索新的世界 而且你會發現遊戲中很多物件都可以拿起再細心去觀察 這種仔細程度是沒有任何一間廠商是能夠及到Duster 而且視覺方面都會讓大家去選擇第一身 又或者第三身視覺 又好好照顧到一些玩3D遊戲會有3D魂的玩家 我覺得是 戰鬥玩法上面就會有各種各樣不同類型的武器 還會有很刺激的太空船戰鬥玩法 講到太空船就一定要講一下它的系統 因為這隻太空船的設計是非常自由 大家可以組合各種不同的部件 去設計出一隻屬於你的太空船 看回官方影片就算要設計到一隻整隻機械人的太空船 都是可以的 不過就笨重一點 其實就這樣說 大家很難想像內容會有多豐富 根據官方資料 很出名的上古卷軸 大約有6萬行對話 4O4都是11萬左右 而Starville 是有接近253,000條對話 如果只是玩主線 可能會玩多三四十個小時 不過如果你玩完所有支線 探索了所有地方 我想這遊戲都應該挺耐用的 遊戲容量都不可以少 因為Xbox Series版都已經需要100GB的空間 PC版更加有接近140GB的容量 如果大家有預購的話 Xbox Series就已經可以預先下載內容 Steam版就要30號才可以下載 我自己就真的很期待這遊戲已經買了 大作之後的一天有一款小品遊戲 The Many Pieces of Mr. Cool 發售平台PS4、PS5、Switch和PC Xbox平台要稍後才推出 是一款卡通風格的解謎冒險遊戲 操控方法只需要用Mouse在畫面點擊就可以了 畫面感覺上很天馬行空 帶點詭異的 西班牙的獨立開發團隊 Gammeralest 就想透過這麼有創意的解謎關卡 令大家會心微笑 而他們的負責人 Nacho Rodríguez 最知名就是他畫這一種卡通風格的藝術創作 也拿過西班牙極具影響力的 國家級電影獎項 哥亞獎 九月有這麼多隻大作 不知道可不可以憑他們的創意去吸引到玩家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買PSVR2 終於又多一隻新的遊戲 TOS 九月七號就在PSVR2 PC和Meta Quest上面推出 我想很多人小時候去公園玩的時候都很喜歡攀爬馬鈴架 甚至是爬樹 當然我自己也是這樣 這隻遊戲就可以讓大家體驗那種感覺 故事就說我們的太空船意外降落在一個充滿雲的星球上面 為了要修復太空船 我們就要周圍攀爬 穿過九個雲景生物群 以及75個或者以上的關卡去收集零件 就這樣看要長時間舉高對手去玩這隻遊戲 應該都真的挺累 有不少的運動量 可以當打遊戲之餘做運動 模擬牧場遊戲一向都有不少的支持者 不過多數都是日式 如果走美式風格的話 不知道大家又會覺得怎樣 Fay Farm 九月八號就會在Switch和Steam上推出 這隻遊戲除了要經營屬於自己的農場之外 當然都一樣要跟村裡面的NPC交流 而且要建造我們的牧場 還需要親自去收集材料 收集回來的材料就可以製作家師 要來裝飾我們的家 還可以跟NPC組成四人隊伍出去探險 探索地城還有機會找到一些神秘生物 不過遊戲的售價都很大分別 Steam版賣279元 但Switch版竟然是賣59.99美元 這個價錢要在Switch上賣一隻這樣的小品遊戲 會不會是有點難度 這一天還有NBA 2K 24 適逢去到24這個數字 所以封面再次用上Kobe Byron 雖然Kobe離開了我們 但在網絡上經常看到粉絲 去展輯Kobe的精彩時刻懷念他 大家對他的愛都是非常之濃厚的 說回今年的2K有什麼新的東西 有一大喜訊就是終於有跨平台對戰 不過就是只限於PS5和Xbox Series版本 都好,其實有朋友已經轉了陣型 早幾年打球都要分道揚標 現在終於可以一起再玩 而在內容方面去年就有Jordan Challenge 今年就變成Mamba Moments Kobe 生涯有這麼多場精彩賽事 在遊戲中所收錄的 會不會就是你心目中最有印象的幾場呢 接著有一個新技術叫Popey 以往是需要做Motion Capture 去模仿職業球員的動作 這個新技術簡直是用比賽的真實片段 去製作出遊戲畫面 動作就會更加流暢真實 其實每一年都會宣傳他的動作會有進步 Popey這個技術聽起來就很棒 而大家對他的期待有多大 Microreal Mode的轉變都集中在新世代版本 而PC玩家今年同樣都是失望而回 還是維持舊世代版本 亦都受惠不到剛才所說的Popey技術 另外還有很多操控上的調整 當中特別想說腎上線素增強 今年改動就是如果失去腎上線素的代價 是不會明顯減慢控球球員的移動 而是嚴重影響投籃屬性 而在進攻方面 執行運球組合或者移動短距離的時候 是不會失去腎上線素增強 即是變成運球能力高的球員可以盡情發揮 但如果多防守方成功自停進攻控球球員的話 就會減腎上線素增強 即是不要經常亂撞亂衝 失敗多幾次才上籃的話 入球機會會大減 這麼快又一年了 又來到邊打遊戲邊看球的日子 在9月8日就有一隻由騰訊旗下公司List Studios開發的多人線上打寶射擊遊戲 Sinked 是一隻基本免費遊玩的遊戲 暫時只有PC平台 這遊戲應該有PS5和Xbox Series 不過推出日期就未知了 故事背景就說在未來世界因為高科技引發了末日 一些納米機械開始反抗 靠吞噬人類四處散播 所以就有人出來反擊 暫時官方公布的資料就說有PVE和PVP的模式 戰鬥玩法就好像一般的射擊遊戲 不過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有些特別的納米機械人怪物 當你擊敗它之後就可以吸收它身體裡面的資料 將它變成一些武裝給自己擁有或者是直接顯現出來幫你去攻擊敵人 這遊戲都開放過幾次攻測不知道有沒有網友有玩過 在PVE模式方面應該最多可以三人合作 而PVP模式在官方網頁看到應該最多就可以10個人到場對戰 一開始都說了這遊戲是基本免費遊戲 官方就說避免有Pay to Win的情況發生 所以還調整付費的內容 正常來說如果要杜絕貨金就會厲害的情況 就只可以購買Skin 不知道各位會不會有什麼建議給到廠商 去到9月14日有一隻第一新試過的恐怖遊戲 Ad Infinitum 就在PS5、Xbox Series和PC上推出 在遊戲中我們就會扮演一個 參加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士兵 可能因為打完仗得到PDSD 經常都會發夢見到自己在青少年時期住過的莊園大宅 突然間又會自身戰場 在熟悉的戰場環境裡面 還會有恐怖的死亡陷阱和可怕的生物 而且對著這些夢境裡面的怪物應該是沒有任何的攻擊手段 我們需要一邊逃亡一邊解開謎題 令到自己可以逃離怪物的追殺 最終要揭開心埋起自己家族的秘密 以及要想起自己的過去 究竟最後是不是真的會夢醒呢 不過我自己都有些擔心 玩完這隻這麼恐怖的遊戲之後 會有PDSD 介紹完這隻這麼恐怖的遊戲之後帶回一些歡樂給大家 在同一天14號炸彈人有新遊戲出 Super Bongaman R2 發售平台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Switch和PC 支援跨平台對戰 比起上一隻6年前的Super Bongaman R 新增了很多內容 首先介紹一下Castle Mode 是非對稱的對戰模式 守方玩家就一名 面對著進攻方最多15名玩家 進攻方目的就要在場地上開啟寶箱 限時之內找齊所有藥匙就會勝出 當然防守方就要設法阻止他們 只要在限時之內守得住 就算剩下一條藥匙都算防守方勝出 而最好玩的地方就是防守方還可以自己設計場地 設置陷阱、規劃牆壁等等 有沒有機會設計出一個二手藍工 無堅不催的城堡出來 另外還有Battle 64 就是在Super Bongaman R 出現的大亂鬥模式 版圖是由16個互相連接的四人區域所組成 好像吃雞一樣會有限時 留在圈外的玩家就會被淘汰 慢慢區域就會越來越少 玩家就越來越密集 場面就會更加混亂和刺激 最後成功留得低的那一名玩家就是勝利者 當然當然會有經典的四人對戰模式 以及Story Mode等等 老實說炸打人是陪伴我成長的 只要同學家中有超級任天堂的分插 這位同學就會很受歡迎 因為有分插才可以四人對戰 幸好現在對戰就方便很多 真是超期待這遊戲的推出 接著有一款賽車遊戲系列作The Cool Motor Fest 發生為期9月14日推出平台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和PC 不過留意是沒有Steam平台 只有Ubisoft Store和Epic Game Store 下一款充滿加年華氣氛的賽車遊戲 收錄了超過600款賽車 總類都有幾十款以上 如果之前大家有玩The Cool 2 你收集的車輛和外觀 如果是這款新作同樣有收錄的話 是可以互進去的 這些是不是叫做贏再起跑線 已經有些心愛的美車 這個嘉年華就在夏威夷的歐湖島上舉行 可以在繁榮的檀香山市區賽車 亦都有接近火山的路段 喜歡這個系列但還是15、16 不知道買不買好呢 可以在9月14日至17日期間 免費試玩這遊戲5小時 試玩進度還可以保留正式版 有興趣朋友就要留意官方網站的訊息 因為版權關係 介紹這遊戲的BGM我們要改一改 但如果你們是家長 看到這條鯊魚 一定會很洗腦的浮現他的歌 Baby Shark Sing and Swim Party 推出日期9月15日發售平台PS4、PS5、Xbox One Xbox Series Switch to my PC 是一款可以四人合作的節奏動作冒險遊戲 對象是小孩子 所以這遊戲難度不會很高 故事講述鯊魚家族參加了音樂嘉年華 在裡面有很多比賽 還可以聽到Baby Shark的不同樂曲 可以選擇鯊魚家族5名成員 收集服飾可以幫他們改頭換面 接下來是一款2D的解謎冒險遊戲 Ugly 發售平台Xbox One、Switch和PC 遊戲背景就是一個飽受折磨的貴族 為了面對過去的創傷 就需要打敗一幢大盞裡面的魔王 以及拼湊出裡面醜陋的真相 遊戲玩法很簡單 我們就是要利用特殊的鏡像互換能力 去操控鏡像的影子或者現實的自己 解開房間內的謎題和機關 找到鎖匙開門去另一個房間 最終找到BOSS把他擊敗 不過官方就沒有透露過大約有幾個關 又或者遊戲時數有多長 這遊戲耐不耐玩就真的要出了才知道 喜歡玩運系遊戲挑戰難度的朋友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遊戲 Lights of P 9月19號會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和PC上推出 遊戲背景取材至木偶期預記 所以遊戲名的P也就是主角木偶皮樂休 他是由鞋匠創造的人偶 在有一天突然被一股神秘的聲音喚醒 發現自己來到一個充滿瘟疫的城市 克拉特市 官方就說除了戰鬥之外 我們還會需要靠謊言來保護自己或者其他人 都符合遊戲的標題 不過在遊玩的過程中就會好像童話故事 慢慢引導主角成為一個正直的人 在Gamescom 2023還有最新的宣傳片公布 標題就是How many Lies 會見到皮諾休和各種不同類型的敵人戰鬥 其實是不是代表著那些就是皮諾休所說的謊言 可以用的武器都各具特色 除了單手劍之外當然還可以用到雙手劍 拳杖 狼牙棒 甚至用一把傘來攻擊都可以 攻擊之前還可以用左手幫把刀磨來一點 先去增強我們的攻擊力 左手除了可以當磨刀石用之外 還可以變成大炮 又或者火焰噴射器 可以一舉殲滅雀 官方對這遊戲都很有信心 在6月時就已經推出了試玩版 大家有興趣可以下載來試試 是可以完整玩到遊戲的第一、二章 最血腥的格鬥遊戲 我想大家一定會想起真人快打系列 在2019年就出了第十一代 接下來9月19日有一隻新作 亦重啟第一代 Model Compact 1 發售平台PS5、Xbox Series、Switch和PC 其實故事是會接著Model Compact 11 講述火神劉康 依照他自我的心願 去重塑真人快打宇宙 令玩家以現今的遊戲技術 重回到遊戲的起點 所以會是一個全新 但有似曾相識的故事 一說重啟第一代 大家一定會懷念 1992年街機版門 打到新手二處的終結技 現在次世代主機的 血腥場面就更加清晰 在Gamescom發放最新的宣傳片 看到我自己都感覺到有點痛 打完這麼激烈的格鬥遊戲之後 會不會玩RPG放鬆一下 不過這隻都是一些懸疑恐怖類的RPG 都是9月19日 由台灣獨立工作室 老鳳橋開發的案件03 真食人小男孩就會在Steam上推出 故事就說女大學生來來 她暗戀的小孩失蹤了 隨著不斷挖掘真相 發現竟然是涉及了一個食人小男孩的都市傳說 而且我們的行動是會影響到結局 一共就會有三個結局 如果對遊戲有興趣的話 現在就可以下載到體驗版 大約就可以玩到十分鐘的遊戲體驗 同一天還有一隻可以四人合作的PVE打保遊戲 由Lixson開發的The First Descendant 可以遊玩的平台就有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和PC 官方就說這遊戲是用Unview Engine 5 開發 所以畫面和光影效果在宣傳片中看到都不差 唯一要談談的就是角色造型方面那種韓式美術風格 真的會看到人審美疲勞 在故事方面 就說為了人類的生存要對抗一些侵略者 需要去守護英格里斯大陸 隨著任務發展慢慢就會解開繼承者的 如果有興趣的可以參加一下他的公測 開放時間就是9月19至25日 既然不用錢玩玩都沒有吃虧 開發多年的Ritchfire 終於在接下來9月20日推出 暫時只有Epic Games Store獨佔 還有還沒有中文字幕 喜歡第一身射擊的ROOT 來節遊戲 由波蘭的開發團隊The Astronauts製作 玩家飾演女巫獵人 手持魔法槍械也會使出禁忌的魔法 目的就是要殲滅黑海女巫 在PV都感覺到挺爽快的 再加上有一個攻擊力提升的機制 打中敵人弱點就會有Critical Hit 接著去Reload的話就會產生Unholy Bullet 這顆子彈就會比一般子彈攻擊力更強 越多Critical Hit再Reload的話 Unholy Bullet的威力就會再上升 如果對敵人造成一擊必殺的話 下次Reload就會產生Ground Fist子彈 令敵人會立即凍結 簡單說句就是越精準就越高輸出 模擬類的遊戲經常都會扮演不同的職業 9月20日在Steam上推出的這個 5th Simulator 2 就是要扮演一個異賊 第一代2018年我市推出到現在還是有極度好評 官方就說今集我們可以闖入住宅、餐廳甚至是銀行 行動之前就要做足調查或者規劃這些準備 裝物得手之後就要放到黑市買 賺到的錢就要來升級我們的行動道具 甚至買得到可以破解保安系統的儀器 其實會不會直接出出一下 變成好像Mission Impossible那樣 可以策劃一些超高難度的行動呢 隔了整十年才再次出糧 難道上次大事件真的撿很多 Payday 3 和上一代足足相隔了十年 今次的背景就設定在二代事件多年之後的紐約 初代四位角色Dallas、Horston、Chanks和Wolf 重出江湖 今代在未戴面具的狀態比上代多了很多玩法 令到潛行玩法更多變化 場景互動亦增加了 例如關了百業窗或者叫鎖 不戴面具當然可以在公共場所、銀行大廳自由行走 當然會有限制一般市民不可以進入的私人區域 是不可以隨便進入 如果被發現可能會被保安帶走 但都叫做安全離開 和保安太貼近會提高他們的警覺有機會被逮捕 不戴面具都有個好處就是不用正面衝突 偷走其他人身上的東西 所以今代多了很多玩法和策略 而正式戴面具去搶劫 當然會有新技能、工具和武器 和以往一樣都是可以四人合作 有欠中的朋友就記住這個出糧的日子 推出日期9月21號發售平台PS5、Xbox Series和PC 如果你知道世界末日即將來 不知道你會不會像這個遊戲的主角一樣 Eternize 都是9月21號推出發售平台PS4、PS5和PC 是由獨立遊戲工作室StudioSide製作 開發人員來自幾個不同的國家 而且他們都是各自在家工作 一起合力去製作出這個遊戲 遊戲就說結合了愛情故事和刺激的戰鬥 即是說是一種愛情動作遊戲 故事就講述這個世界有些人突然變異 變成了暴力而且充滿力量的怪物 我們的主角就可以將世界倒向正常的解約 需要一邊搜索物資,一邊跟怪物戰鬥 以及享受在滅日世界的愛情故事 不過我也是不明白為何主角的右手會發光 最重要的愛情的元素方面就是有五個獨特又可愛的角色 在親近和發掘他們的故事當中 就可以藉著小遊戲去解鎖一些可以幫助戰鬥的特別技能 如果大家對遊戲有興趣可以去Steam下載試玩版 然後在同一日有一款VR遊戲 Hell Sweeper VR 發售平台PS VR 2, Meta Quest 以及Steam VR 這一款遊戲讓大家可以置身地獄 平時上班都是置身地獄 那不同,這遊戲讓大家可以動動身體 當作發洩這樣 玩家需要穿越不同圍道 目的是消滅惡魔之魂 攻擊模式有近戰的武器,例如斧頭、劍等 也都有槍鞋 以及有遠距離的強勁魔法 當然可以升級裝備 收錄了18款地圖,Worldlike玩法 還有沙克模式讓你在裡面盡情打怪 過幾天,9月26日 在Switch和Steam上有一款社交模擬的冒險遊戲 Minneko's Night Market 這遊戲的畫面就以日本的繪本風格呈現 說實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隻貓神 它乘坐著櫻花飄浮到河邊 被人發現了 但是為什麼櫻花這麼大? 很明顯這個故事就是參考了桃太郎 它就令到那條村的農作物豐盛 不過有些人不喜歡它就趕走了它 很多年之後 我們的主角Niko來到這個周圍都是貓的河豚山 我們只要安排自己的日常活動 完成各種不同的工作 又或者是村民的任務 目的當然是要搞活野事 從中還會發掘到這個城鎮背後的秘密 還有看一看PS4、PS5和Xbox One都可以玩到 不過就要10月26日才有 都是26日推出的Paleopies 有很可愛的恐龍再加上類似牧場物語的玩法 一開始我們的恐龍同伴就叫做Lucky 共同建設這個Paleopies島嶼 成為恐龍保護區 島上村民會給我們任務做 平時就需要耕作 種出來的農作物可以煮飯給自己吃 又或者是給恐龍吃 也可以選擇賣出去賺錢 除了管理農場之外還可以出去冒險 周圍認識不同的新恐龍 也可以帶恐龍回去村莊幫忙 可以去負責翻土或者淋水工作 還要規劃一個良好棲息地給恐龍居住 除了故事發展還會發現更多稀有的恐龍 推出平台就有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Switch和PC Cyberpunk 2077剛剛推出的時候因為多Bug 很多家用機平台都被勸退 不過我自己玩PC版就從來都沒有遇過任何問題 玩得很開心,故事都是很棒的 經過了三年時間其實很多有問題的地方都已經改善了 而且終於有DLC的推出 Cyberpunk 2077 Phantom Liberty 9月26日就會PS5、Xbox Series和PC上推出 舊世代的平台應該就沒有份了 故事就說我們都會繼續扮演V 為了移除腦子裡面的聖物這個晶片 就和新美利堅合眾國的情報分析師重要合作 不過就不小心捲入了新美國總統專機的墜機事件 都因為這樣我們來到全新的舞台狗命陣 連同新美國臥底特務 保護總統安全地撤離夜城 隨著這個DLC推出 都有很多新元素去加入2.0的免費版本更新裡面 例如帶量新的武器 專精系統又翻新 如果之前有玩過的話 我想應該可以重設專精 重新給大家分配 因為當中有些新技能 如果不這樣你就用不到 而且聖物都會有專精數 其實聖物會不會變裝不需要拿出來 而是可以讓我們好好利用呢 當然都會有全新的載具 裡面還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武器 更加會追加在車上的戰鬥 在宣傳片看到都很刺激 除此之外警察系統都會得到強化 如果大家曾經被勸退不知道會不會重新入坑 之後就是一款充滿童年回憶的動漫改編遊戲 達爾大冒險 如果大家叫慣達爾這個譯名 相信你跟我的年紀都差不多 但如果你是聽慣達爾的話 應該你是由新那套動畫開始看 這款遊戲官方正式譯名就是無限神速斬 勇者鬥惑龍達爾的大冒險 推出日期9月28日發售平台PS4、PS5、Xbox Series、Switch和PC 再說多一點譯名有什麼不同 大家最有回憶的招式 反手聖光劍 孤方正式譯名就是阿邦神速斬 看回資料舊那套動畫TVB就是1993年播放 達爾就會大叫反手聖光劍 就算台灣也有些影響 因為台灣漫畫是逆 阿邦式快速劍 雖然達爾大冒險就是勇者鬥惡龍衍生出來的動漫作品 但就沒有採取回合制RPG玩法 在這隻ARPG遊戲 感覺上不難玩 BOSS出大技,地下會有攻擊範圍 應該不難備 現在還有ARPG遊戲不夠打 可以去拆等級 可使用角色就有達爾 阿布 馬文 還有邱國爾 我就用了以前香港譯名 字幕就會寫正式的官方譯名 除了有故事模式之外 還有一個模式叫記憶神殿 會是迷宮玩法 感覺上就需要重複打怪 拆裝備拆level 還要用來讓主線打得輕鬆一點 在記憶神殿或者主線當中都會獲得基本記憶 亦都是一些強化角色的收集品 用上了經典畫面 不會將基本記憶都有特殊效果 再說回動漫改編遊戲看PV 是很熱血的 好不好玩真的要玩下去才知道 其實不是希望他弄一隻神作出來 我不是說要這麼極端的要求 只是希望玩得過癮 玩家可以投入在故事裡面 這些真的要好看Square Ennis有沒有放些心思 現在還有一個illing的RPG系列 issimo issou X 北境力險 4年次ISou 9是首先出版了PS4版本 這次的安排好很多 PS4 PS5 Switch版本同步上市 只有電腦版本 最重要的是中文版也可以同日推出 是一大的喜順利 首先交代一下故事是發生在E-Show 2和4之間 大約發生在E-Show 2一個月之後 當時主角亞特魯非常年輕只有17歲 遊戲舞台就是北方海域奧貝里亞灣 放心當時的亞特魯還未成為海難之王 出海沒問題 只不過是沒有了分析海灘給女主角夠醒的橋段 而製作人好像是彌補過室,製作彩蛋給大家 這款還要是首次有海戰的E-Show遊戲 海上探索和陸地上探索的比例大約是3比7左右 戰鬥系統多了一個全新的搭檔模式 平時單人模式就像以往的E-Show遊戲一樣 也可以隨時轉換女主角卡加 遇上敵人之後就可以看情況轉換搭檔模式 一次過操控亞特魯和卡加,威力當然強大很多 好了 還有一件叫做馬拿動作 地圖時速可以行動得快點 有時都需要用馬拿爆發,摧毀障礙物才可以再次前進 這麼多新玩法我想對於E-Show迷來說一定很有興趣 最煩惱就是因為今個月這麼多大作 優先次序怎麼決定 畢竟E-Show真的有時間玩 聖杯之戰在9月28日又再展開 Fate、Samurai Remnant、發售平台PS4、PS5、Switch和Steam 故事就發生在江戶時代慶安四年 在歷史上流名的七個英靈 為了要奪取可以實驗所有心願的願望機 盈月之氣 他們需要各自找七個御主 聯手和其他的英靈對戰 最終勝出的人就可以得到這個願望機 我們的主角公本依職住在淺草 是修煉二天一流的劍士 當然作為主角的拍檔一定就是Saber 遊戲中我們就會穿梭各條江湖的街道 可以跟不同的角色交流 不過戰鬥系統方面就沒有宣傳影片 操控場應該很簡單 因為是光榮製作所以就會偏向無雙的一個類型 暫時已知會有一些合作招式 共鳴絕招 其實外國的媒體都有玩過試玩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能就要上網去找來看 又有生存遊戲玩 《荒原鳥者》會在9月28日推出 發售平台PS5、Facebook Series和PC 遊戲目的是需要將江湖的沙漠變成綠洲 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或者跟朋友一起合作 主題是關於種植 可以在大地圖冒險途中發現植物 再帶回到自己的花園 收錄了幾十款植物給玩家栽培 而玩家自身就有超過75種可解鎖的特場和技能 可以用來對抗沙漠裡面的惡靈 有日夜機制日頭植物就會成長 夜晚就會有惡靈出現 多人合作效率更高 不過食物還要更加多 發覺遊戲太難的話 可以在遊戲中隨時調整難度 喜歡玩生存遊戲的朋友 有沒有興趣來到這個熱冷冷的沙漠挑戰一下 由這一代開始要改口 EA Sports FC24 發生日期9月29日推出平台 PS4, PS5, Xbox One, Xbox Series, Switch, PC 雖然沒有跟Fever合作 不過大部份授權都保留到 並且會加入德國和西班牙女子足球聯賽 還會將女子足球員加入到 Ultimate Team 就好像宣傳片一樣 男女足球員同場比賽 並且還新增大約1600名女子足球員 再加上今代是可以做任務升級 而PlayStyle系統是會應用在UT裡面 其實是類似之前的PlayerTrade 作用就是除了能力值之外 令球員擁有他自身的特性 沒有求將遊戲世界的球員更現實化 不過留意掌握員的特性 只會在新來模式生效 接著說回基本的 今代的動作捕捉技術叫做HyperMotion 3 其實他每一代的名字改一點 再捕捉多些真實球員的比賽 今次官方就說使用了超過180場專業男女子賽事的數據 以及超過1200種獨特的跑法 數做出比以往更加真實的動作 而今代操控上有一個很實用的技巧 精準全球指令 每種指令都可以看通全球方向 全球是會更精準和更有穿透力 還有其他操控上的改變 就留待大家日後慢慢操練 雖然這個系列作是改了名字 但基本上是一樣的 大家應該不會當它是新遊戲 同樣都是每一年的升級節奏 相信Fever迷應該都跟以往一樣準時開播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Pow Patrol這套動畫 早一兩年它有一套電影上畫的時候 我自己都有看 今次這遊戲就是他們做主角 9月29日Pow Patrol World 就在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Switch和PC上推出 故事就說汪汪隊立大功加連華就到 在冒險灣每個人都很興奮 除了市長和他的貓 因為市長就拿走了所有加連華的海報 還要在他最新的超級飛艇製造混亂 所以Pow Patrol就要出動去阻止市長 令到這個加連華變得更加有趣 我們就可以在冒險灣、傑克山、叢林 以及巴金堡中漫遊 體驗到一些專為學齡前玩家設計的任務 所以其實這遊戲是很適合小朋友玩的 而且還有分割畫面的合作模式 即是說適合家長和小朋友一起玩 還可以駕駛各式各樣不同的載具 即是不要說小朋友說我自己看到狗仔這麼有趣都很有興趣 Limbo和Inside的遊戲創作者Jab Carson 他新成立的開發團隊Geometric Interactive 在9月29日有一款新作推出Cocoon 發售平台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 Switch和Steam 這一款新遊戲比之前的作品明顯鮮很多 亦都由橫向卷軸變成在版圖上任意行走 跟之前一樣的就是充滿解謎元素 再加上故事是要玩家自己去思考的 遊戲裡面每個世界都存在於一個球體裡面 我們可以把它揹上身 當掌握了不同世界跳躍穿梭的機制 就可以嘗試將不同世界重新排列 就可以解決複雜的謎團 遊戲世界裡面就充滿古代文明和外星機械 而每個世界都有一些強大的怪物守護著 即是說這款新作除了有解謎元素之外 都很著重戰鬥玩法 如果你有玩開之前的作品 有沒有興趣嘗試一下呢? 今個月介紹了30款遊戲 有期待大作,亦都有經典RPG 再加上有運動類型遊戲 想多人一起玩得開開心心的有炸彈人 就算一些細作都是很有趣的 不知道大家選對哪幾隻呢? 覺得這條影片有幫助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想支持我們可以留個Super Fans 超級感謝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多謝收看,拜拜